弟弟妹妹过来一下 问你们的事 哎 怎么了 我现在想了一个事是这样的 我现在心里压力很大 就是敏涛姐 她今儿开车 她哭了那一下 她不是因为吓到 也不是因为撞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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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让你当到冠军的感觉试试 我是这么想的 这没事 啥事没有啊 她是怕破坏咱们的心情 大家又去照顾她 她还自责 比如说今天在车上 你记得吗 她说她口罩丢了 然后她就一直在埋怨自己 最后那个奖板 说是大家一起去做一个事 但很明显 敏涛姐是不想去的 一开始对吧 但是如果这时候 我们都跟她说 我说姐你要是真的累了 你就别去了 她就可能会 心里会想更多 我说我现在心里压力很大 其实也 我也跟姐说就是 也不要为她 没有用 其实咱们两个姐姐呢 更像两个小女孩 你跟姐说啥她 姐姐她也要很要求 对姐姐都会说说 没有妹妹宝贝 如果我不想来 我不会来的 就姐姐一定会说这个 但明天回来就累晕了 直接晕倒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怎么弄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下面有什么 就是 哪里不舒服了什么 都要说出来 不要顾及这面子 然后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实话说不太喜欢这样 是吧 姐 真的就没有任何藏着眼 是 特别好 你知道为什么我都不觉得累吗 我就是高兴 多好 我跟大家在一起就高兴了 我都忘了年龄了 我都六十岁 没有 真的 我都不敢想象 要如果不开心的话 做什么 你都会觉得别别女友 都会很烦躁 是吧 对 因此说非常好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对不起 到目前为止 对不起 其实有些时候还是希望 就是姐姐们有什么心里话 还是可以说 不必有些时候迁就于我们 那没有 都是你们迁就我们 对 因为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年轻人 有自己的一个共同话题 如果姐姐们觉得 就是加入不进来 其实我们可以讲的 就有什么不开心的 都说出来 其实我在这里面的年纪是中间的 有比我小的弟弟妹妹 然后也有比我大的姐姐们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我也没有大家那么爱大自然说实话 因为我是一个死宅 而且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旅游过 是因为一直在工作 就是如果不工作的话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所以其实这一次来 一个是弥补了一下 自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旅游过 这样的一个遗憾吧 虽然可能经过这次的我们的旅行 我未必仍然会爱上旅游 就比如说搭帐篷这件事 跟我很大的心理阴影 但是我觉得人和人相处的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也可以学习到很多 然后你突然间发现 你也可以照顾别人 然后也可以享受被别人照顾 这种过程非常好